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头到尾有一种进入式的观影体验 炮弹好像落在胸口 战斗机高速拉伸发出的长鸣在撕扯着天空 随着士兵的视线望去 远处的死凝在视网膜上 电影并没有给我思考的间隙 而是直接把我转入其中 诺兰带着摄影机跑到敦克尔克大车队的沙滩上取景 用真实的二战战机和船 而特效所做的仅仅只是拼接合成而已 折磨电影就像一幅油画让人感到很真切 你很容易掉进那个世界 诺兰用传统的拍摄手法 如此庞大的场景 是由真正喷火的战机和战舰 以及其他数以千计的道具和演员构成的 我们不会看到一些很有名的好莱坞演员 以40岁的年龄去扮演20岁的士兵 而选角完全是根据情境去做的 电影中搁浅的船只 仅仅留下弹孔但为路面的敌人 无边的沙滩和城彻的海面 所有的士兵将军人民船只飞机都化成了一个小点 从远处鸟看 无数的点汇聚成这一个事件 从一周一天到一个小时 海上被征用的民船 沙滩上撤退的士兵 空中的皇家空军 海陆空三个片段 错开的时间为我们讲述了一个生存的故事 像敦克尔克这类战争题材的电影 有详尽具体的事件作为素材 深刻且传奇的人物和故事 所以往往这类大背景的电影 都能赚取眼泪和好评 生死边缘 家庭的破碎 爱人消逝 军人体内热腾冷的东西 绝望中挣扎的人性 血淋淋的战场 还有一望不尽黑压压的尸体 这些都能击中活在和平年代的我们 我们又对那些伟大的灵魂望尘莫及 好像只要是个不错的导演 找到了一个不错的战争题材 选些不错的演员 就能拍得好看动人支持人性 但是我在敦克尔克中 看到了不一样的东西 那是属于诺兰的独有的艺术试点 是让我胸口沙沙作响的东西 我们先看看同类型的电影 像是《血战钢锯岭》 《拯救大兵瑞恩》 当中有一些直指人性的镜头 像是汤姆汉克斯在沙滩上 被炮弹震到失聪的情节 还有加费尔德扛着战友冲出烟雾 这些导演在还原大的战争情境 让我们看到战争当中 闪闪发光的人性 而诺兰从来都是把玩时间的高手 从记忆碎片和星际穿越中 我们能看出来 那种时空的拼贴 是诺兰独有的魅力 而在敦克尔克中 诺兰也用错位的时间 讲同一个大空间 发生的不同时空的事情 在英国和法国 敦克尔克之间的海面上 空中 海上 沙滩 三个视角 三个世界的局部 就像三个精密的拼图 一块一块地放在框内 有时第一块拼图和第二块重叠了 在重叠的时候 你会看见不一样的细节 诺兰把时间切开 再用若隐若现的线 把它们领起来 我们根据线索 一点一点往战场深处推进 这个故事的尾巴 是那个故事的油头 落水的飞行员 克林斯被船长的儿子彼得救起 而在沙滩上撤退的 英国和法国士兵 都在驱逐舰被炸沉后 登上了这艘船 三个故事的一份子汇聚在一起 就像是数大招风的结尾 观众从他们不同的三段故事的局部 看到了整个战场的全貌 我们在顶着生死压力 去敦克尔克拯救士兵的 道森船长身上得到的感动 在长官从海平面 看到了成千上百 道森船长一般的人 开着自己的民用小船 来到战场上拯救士兵们 这种感动在一瞬间 被放大了千倍 眼泪就涌出来了 我觉得最棒的一个镜头 是耗尽汽油 停转螺旋桨的飞机 缓缓划过美丽的 敦克尔克海滩的上空 这架飞机就这么在空中漂浮着 没有动力 没有目的 没有生命 宛如雪茄河上的硬板画 被定格在铁皮上 这种无比邪义的美 是属于诺兰的 虽然电影中的海滩上人头攒动 但是倍感孤独 而孤独中又有闪闪发亮的人性 把绳索从船尾悄悄放下 为冥冥中的信念 失去了势力甚至生命 诺兰说这并不是一个战争片 而是一个悬疑片 讲的不是战斗 而是生存 敦克尔克告诉我们 有一种胜利 叫做撤退 在电影最后 火车载着满满的士兵 当中有英国人 也有法国人 整部电影丝毫未断的音乐 在托米全在座位上时 寂静了片刻 丘吉尔的广播 报章上的宣告 窗外递过来的两瓶啤酒 好像那些都不重要了 他们逃离的是战场 而家才是一切 我是黄阿弥 喜欢我的影片 可以关注我的微博 微信公众号 我会每周给大家分享 有趣的小众电影和书品 有什么想法 可以在视频下给我留言 并在那里 和我分享你的电影生命吧 我是黄阿弥 明天见